几米兹级航母 几米兹级航空母舰则早早地退役了,这是因为基辅级航母的后勤保养跟不上。这些航空母舰虽然是乌克兰造的,但他们后来都在俄罗斯,而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基辅级航母的维护工作,所以他们要么退役,要么则被转售。如果仅考虑舰铃的话,明斯克和基辅,应该是还可以改装的。 因为印度现在用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,就是基辅级航母戈尔什科夫号改装的成果。 这艘航空母舰让印度支付了二十几亿的改装费用。 另外,俄罗斯还顺手卖出二十多亿的米格29K舰载机。 戈尔什科夫号比另外三艘基辅级航母都要年轻,但是也相差不远。 明斯克和基辅同样还具备改装的条件,但是作为一种发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型航空母舰,明斯克和基辅的改装意义不大。 因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,这种航母在今天能够发挥的作用,已经相当有限了。 而且该舰型事实上和库茨涅索夫级一样,属于重型载机群洋舰,其设计理念和现代化航母仍有差距。 原来的雅克锤直起降型战斗机也已经不再发展,仅依靠米格29K能够发挥的效能显然并不理想。 另外,印度之所以选择购买格尔什科夫号,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当时尚未许被开发新航空母舰的条件,只能先从国外引进。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罗斯承诺改装,并保留了格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的全套设备。 明斯克和基辅出售的时候,大多数设备都已经拆解,只是保留了舰体可以使用,这样改装就没有多少现实的意义了。 如果有精力去改装它们,还不如考虑重新造两艘。 。 接下来 olduğu系列强 likelihood的事是一定记三ра和三个装 Performanceστεco Value Montage型代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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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